大家好 我叫王雅楠 今年28歲來自河南洛陽 大家好 我叫王雅力 我們是來自洛陽隋唐城的一對 聖堂簡味花 每天穿非常華麗的 這個唐朝的服飾 以舞蹈的形式給大家展現 聖堂時期的繁榮景象 對 你們倆那個舞蹈非常有特別 特別體現線條感 人家是雙胞胎 這個太難得了 難得的是雙胞胎長得好看 難得的是雙胞胎同樣跳舞 都協調性那麼好 跳得那麼好看 謝謝 為什麼姐妹倆要選擇 做同樣的工作 去跳同樣的舞蹈 因為我們從小 就有一個古裝的夢 像小時候看電視劇裡 就會有耳濡目染 所以當時洛陽隋唐城 在招聘的時候 我們想都沒想 拉著行李就過來了 拉著行李就過來了 對 甚至沒有房子住那天 當天租的房子 主要是我們對洛陽 這個城市的熱愛 你們本來是哪兒的人呢 我們本來是河南三門峽的 一馬人 一馬市 那聊回小時候 這個就聊到同學了 你們倆是同班嗎 我們是從幼兒園 學前班 小學 初中 都是在一個學校的 一個學校 對 那就是不同班是嗎 對 就是小小二年級以前 是同班的 後面就不同班了 那還好 你說你們倆 在一個班級裡面 那老師得多難認啊 別說老師難認 都要在一個班 同學可能都得難認 跟你打招呼都猶豫半天 他們倆有什麼特徵來著 是誰有屋子 誰沒屋子呢 您是怎麼區分他倆 可能因為我們同事時間長了 我覺得他們兩個 氣質不太一樣 什麼不一樣 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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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是比較調皮活潑的那一種 我是不怎麼說話的那一種 那我問一下雙胞胎 在同一所學校上學 有什麼便利的地方嗎 那很多了 讓姐姐來說 就是我們會利用雙胞胎 這個優勢做一些錯的事情 比如說我上學的時候 不太喜歡數學課 然後這個時候 我就會求一下妹妹 能不能來幫我上一下數學課 然後這個時候 她如果答應了我的請求的話 我就會去他們班 上他們的語文課 或者其他課 我們會換課 回到他們班的時候 老師就經常提問他 他就很納悶 為什麼老師最近開始提問我了 那老師一問他不就露餡了嗎 這個學生怎麼回事 一天會 一天不會的 對 之後就很長一段時間 老師提問我 然後我就納悶了 以前不提問我 然後我就問了我們班同學 是因為他上課的時候 老師舉手回答問題 生怕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大膽猜測一下 姐妹倆在學校的時候 學習成績都很好 一般吧 怎麼還謙虛上呢 我是擅長那個文科 她是擅長理科 就是因為替課的時候 她 替多了 對 她總去上語文科 我總去上數學科 會有依賴了是嗎 對 這樣時間長下來 就片刻嚴重 對 對 對 這是雙刃劍 有一種依賴特別好 對 但依賴性太強了 有時候自己會有一些缺失 對 對 有事有得 今天都已經問到這兒了 咱就實話實說 有沒有替對方考過誓 那倒沒有 那不敢 那是違規的 對 那爸爸媽媽知道嗎 不敢說呀 今天看了節目就知道了 真的嗎 看了節目就知道了 那我這下溫露餡了 那怎麼辦呢 揍你吧 反正不是我的原因 你喜歡文科 妹妹喜歡理科 對 但不都說是那個雙胞胎兄妹 都是有那個心有靈犀嗎 就一個人都不用學 另外一個人知道了 另外一半就會了 不是 不是那樣的心靈感應 人家說是這個 比如說今天她摔了一跤 然後她腿疼 然後那個也會腿疼 是這樣的心靈感應 你們有這種情況嗎 不是 這裡呢 我要鄭重地澄清一下 就有很多人會問 那我今天打姐姐一下 妹妹身體會疼嗎 你就算把她打紅了 我也是不會疼的 並不是所有的雙胞胎 都這麼心有靈犀 對 我們經常會 被做這種測試 不管是同學還是老師 工具人 對 我們是工具人 從來都沒有過嗎 心有靈犀的事情 小時候我們生病的時候 父母一般都會被兩份藥 因為我一般都是在 當天或者第二天 一定得發燒生病 你看這不就是 心有靈犀嗎 這是傳染吧 這麼說也沒毛病 但是你看看剛才 你們倆的閨蜜說了 就是區分你們倆 不能僅僅從外形上來區分 因為那個太難了 雖然是當時是同樣的細胞 分裂成兩個 但是成為個體之後 就每個人會有新的靈魂 和性格的塑造 對 你們自己認為自己 都是屬於什麼性格的 我是比較文靜 然後不怎麼愛說話 愛好呢 聽音樂 聽音樂 對 那妹妹呢 我的性格就是家裡一般壞了東西 那指定第一個找我 喜歡幹物業 她是逃脾搗蛋的型格 動手能力強 對 對 對 也是你們姐妹當中 女漢子擔當 那當然了 姐姐小時候那被欺負 我肯定是第一個出頭的 對 但也沒少做我 對 包括她在內 真是惹急了 連自己人都打呀 真的嗎 是那種相愛相殺是嗎 但有一次沒揍我 是因為我那天走丟了 然後丟了一天 那天我聽我媽說是 她在家就大哭 姐姐 你回來吧 我以後再也不揍你了 我再也不跟你打架了 那許下要這麼一個承諾 也就那一天 之後我還是天天走 長大了 每天半歲比較多 在相愛相殺當中成長 但是離開了又受不了 對 對 對 所以你們這樣的性格上的差距 比如說在學校當中 和同學們的相處 也會有區別 對吧 對 對 對 有的時候像走在路上的時候 會有人 忽然拍我一下 我就會直接就走了 然後就會有人給我打電話 你怎麼今天不理我呀 你這麼高傲 然後我就知道 他肯定又在外面 幫我得罪人了 那比如說你們倆在學校當中 誰會更受男生喜歡一些呢 他 因為他的性格 就是人緣比較好 比較活潑 我是受男生和女生都喜歡 他是比較受異性喜歡 比如說我同桌就有兩個男同學 讓我遞紙條給他 那你會不會很受傷呢 還好 因為他是我天天見面的同桌 但是他都拒絕了 所以你們現在 從雙胞胎的姐妹到同學 現在又到工作當中的同事表演上的搭檔 這一生當中就離不開對方了 所以你們怎麼理解這個上天給了另外一個你自己 我們彼此童年陪伴覺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珍貴 非常的珍貴 但是我們也其實也想過要做獨一無二的自己 但不太可能了 你說到這方清姐姐你是不是也很羨慕啊 像他們這種姐妹情 同學情 同事情 能夠給予一身 我覺得世間少有 小的時候曾經發生的故事也好 批克也好 挨打也好 都是特別甜蜜的回憶 包括我不知道未來你們兩個人 會找什麼樣的男朋友啊 生出來的寶寶會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都很期待 所以我覺得你們真應該好好珍惜 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不能錯過 是 好 謝謝 謝謝包姐姐 這是神奇的緣分 讓你們成為了彼此的姐妹 對 然後今天我們的主題那是同學情 其實你們已經是更特殊的一種 同學情的方式了 對 我覺得你們倆的默契還要加倍 所以我非常期待接下來你們的挑戰 接下來這個題都是跟我們兒時 上學時候相關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接下來就看我們的 娘胎默契同學情吧 娘胎默契同學情